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的话,咱们是一个三号位的大反贼 主公选择了刘大队 我们选择了一个成功 看能不能直接击杀他 毕竟刘备在回合外这个没有这个防杀的能力 咱们就是菜刀,对不对 辅助菜刀刘 先锋就由老夫来当 你这个是当先的一张杀 你一会正式的摸牌摸到杀了 再杀我们,我们依然有致辞 致辞是按回合的 所以说也是不虚他 因为比这个时候一般不虚他倒没事 关键他被牛被包扬 所以说如果他有两刀 我们没有致辞跟有致辞 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因为他有牛被包扬 是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揍一刀,不揍一刀,怎么跳出 已经跳反了,已经跳反了 就这样过了 那么曹洪的话 也是一个玩装备的 玩装备的 那么一般说的装备牛的配合 大家首先想到 就是吴国的那帮鸟人 比如说恶章啊,领虫啊,香香啊 咱们这个吊丝牛也可以玩装备的 比如说桃红 是吧 他的技能时机 结束阶段开始时 结束阶段开始时 就是说有些时候 这个技能的点比较靠近的话 容易存不住牌 将一张装备牌 治愈一名角色的装备区 假设你这个装备在手牌里边 那你这如果要发动技能的话 嗜血就只能三台了 所以一般挂头来还要好一点 对他的技能时机 碰碰碰碰碰 那么把车先给出来 我以为他要直接趴到死为止 有马车的话肯定还是先给出来 那么安心的去吧 规定一刀的话 也可能还救得回来 对不对 那如果说刀有点多的话 可能就不好咯 先锋就由老夫来当 然后啥都做不了 是不是 我就猜到这种情况 他这个时候摸牌以后 才击杀的皇带 就是说他正常情况 那是啥都做不了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足了以后 我们这个 哎呀嘛 这一局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这个 大家教练如果多么强的话 打屌丝对屌丝的情况 其实也好玩 但现在比如说你选屌丝 别人不选屌丝就有点扯淡 打屌丝对屌丝 这一局其实挺好玩的 那么马车里边的牌 他的技能是要求 回结束阶段开始的时候 是吧 将一张装备牌 置于啥啥啥 比如说他如果马车里边的牌 他不装上的话 他是不能直接用于发动 他的那个援护的 但是甘霖不一样 甘霖他是黑牌 当拆使用 所以说他马车里边的黑牌 是可以直接当齐齐的 他刚才腾甲 他就不需要先装上 让拆拆 马车里边的牌 到底能干啥 哪些不能干 这是非常基本的概念 非常基本概念 说白了就是使用或打猪 你看你的那个是不是使用或打猪 对吧 他的技能是治愈 哎呦 本宝宝的马车没喽 这一下有点扯了 有点扯了 这个扯大丢了 这个 妙点啊 不管怎么样 被牛尾包养也好 还是他人品好也罢 他确实做出了逆天的贡献啊 逆天的贡献 包括我们现在 是吧 让我们打成这样了 说白了就欺负成道德了啊 那么还好天过了啊 还好天过了 那么 如一波 那么柔此 大业可徒也 那么这个地方 他赶紧援护我们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死了 凭借曹宏一个点 是那也很难逆天了 那么 这个家伙啊 注意 一 注意他的技能时机 是吧 在弃牌阶段以后 就是说你已经弃完牌以后 还要再将一张装备 置于某某个装备区 它的效果 你如果记不住的话 玩的时候 再临时记忆也可以 武器拆牌 是吧 拆区域你这张牌 可以拆被人的乐的啊 毛过的乐都可以拆的 然后防具摸牌 坐机回血 给我们回了血 那这个地方命算是 那 我说我没有致辞 我说命算是保住的 意思是说 不要让他出这种 九杀一次性的良点 差一点 差一点 只能说差一点 柔此大业可图也 然后这个宝马配英雄 三写了 我们可以了啊 因为说过了 对曼也不是很强 他也就一刀一刀的砍 虽然说他有包养 但是我们有致辞 我们算是彻底的回起来了 就没有手牌 我也感觉防御不是很弱了 现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内奸跳了啊 之前给我们 帮助过我们 打无线啊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感觉前途一片光明啊 调话他不是有一回合做了一天的贡献吗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前途一片灰暗 哎你这拆的 你这拆的 关键的装备不拆 跑来拆致辞 屌丝死心 那么这个地方再进行他一般输出 如果不死的话 这个 曹虹你有啥你还是出啊 你没有的话 你那个直接再给我们那个啊 给我们那个又是回血 对不对 他不缺装备 因为是我们给他的 就是屌丝 是不是啊 他虽然说是一个屌丝 但有人包养他以后 正好包养的类别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装备 然后就给来给去了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也是这个在勉强中把病给保住了 他那个技能有恢复的 对不对 要么猫牌要么回血之类的 甚至是控场拆牌 反正就是如果我们被曹虹发动技能以后 我们是能慢慢恢复的 结果他一直就恢复过来了 所以最终也是把主攻给磨死了 好的 这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忠诚 主攻的话选择了贾曲 看一下这一局能不能做出比较大的贡献 别上来就弃牌 也没有忙去任何人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他是彻底的跳中了 然后这个是彻底的被乐住了 然后这个是看能不能搞一波猛的 他如果是忠诚的话 可以通过打牵头优势啊 他如果是反责的话 贾曲在防杀上也没有特别的技能 他如果是反责的话 出两张红杀对他来讲还是挺苦逼的啊 自己家的皇帝不一定动不动就能出两张红杀啊 你不要以为锁定的每回合能飙两张红啊 一段 一段绝 那么我们呢 生中生有 顺手拽扬 当然如果说他是队友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草花器给了 但是由于局势未定 为什么没定呢 他上来是属于贝勒了 但其实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在不清楚的情况 也不盲目的给他 也不怕 也不怕这个喝掉 我们喝掉的双块 如果下一次再一出 当然啊 再酒的一出是很难的 酒再一出是很难的 因为一般要酒杀之类的 啊 早知道给啥 那给他一张 他不仅用不了几三天了 他也一出来了 可能也要扔之类的 又出红杀 还行 这一次给面子 只出了一张啊 只出了一张 下一次就出零张了啊 他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酒杀 马点足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想象了 因为反正他没有求过糖 那么离开状态的话 就是完全不抵抗啊 啥都是不防的 你离线系统会自动出闪 这个时候给主公过一张杀 然后直接就点马点的人头 这是你的想象啊 比如说主公如果没杀的话 如果主公有杀是一定可以收马点的人头的啊 他无论是什么牌 离开 他有几个状态啊 离开离线逃跑之类的 大家还是区分一下 离开的话是不抵抗 啥都不会出的 切索连奏而行 东吴 桃子可救 对不对啊 你杀呀 你死定的杀呀 我桃子多的是 他也只能在外边吹一下 实际的如果别人看你的牌的话 也是有限格 你现在 那么伞直接出出去 对不要判八卦了 争取年营一波 就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就觉得 关羽还没出杀啊 关羽还没出杀 看来这个地方要不要先屏蔽谁的手牌 不屏蔽 当然他先屏蔽也不会找我们啊 可能他没有大点 那么其实有没有大点 反正他又不会额外的过牌了 都可以先屏的 哪怕你二点拼以后来 对不对 你拼输了 你反正你早晚都是拼他 你也觉得考虑先屏的 那么两个南蛮 这个我们第一回合说了啥来的 说主公的帷幕 没有特别的防杀 但是我们连开两个南蛮 这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 看能不能拿人头乘一乘二 当然这个地方不念师 就只能追关羽了 那如果乘一乘二的话 争取主公找一个状态 这一波还是赚的 还是赚的 虽说这个中类也在牵手上 但是还是蛮赚的 当然如果说我们是内战的话 我们会不会直接羽翁得利了 你发现 我们这个地方是忠诚了 接着干就是了 向来恩怨分明 关羽居然没有出师 我说他怎么不拼主公呢 看来他这个还不咋地啊 你这不能拿这个刀去杀主公 因为你这个刀拿掉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了 蛇也太错了吧 你在闪不跑去输出 你这样搞的话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张辽还能偷你 这个时候你还想 还想拖时间拖久一点 不要漫费输出的机会了 没输出就赶紧输出主公了 好吧 他现在他没机会了 他已经没机会了 这个地方啊 他只能屏蔽手牌和技能 比如说马车里边的伞 谁一伞 桃子谁一吃 知道吧 他只能屏蔽手牌和技能 马车里边的牌 还是正好还是防住了 正好防住了 那么这一下 我们这个由于 我们知道我们有头的 子公有两血 关羽的话也基本上 刚想夸他说 基本上也能一回合 擦子公一刀的 结果他就是不出杀 那你就等着死吧 对不对 当然这个不能 这一切不能怪他 因为他确实没有 上一次那一张 闪不杀出去 真是注意了 好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大局差不多也进了 因为路谁的话 这个确实是 给主公做好了 足够的后勤 咱们输出的时候 也确实是非常之猛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局憋死了 关羽的话 他这一次是必死容易的 他出杀只能杀我们 对不对 然后我们出杀 他们两个我们都可以选 他俩按两步执行 第一步选择距离最近的人 他俩都能选 第二步使用一张杀 这个是要监测杀的使用条件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斧子的话 假设关羽对我们出杀了 他还没死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斧子 他俩同时省家于 我们是憋杀 就是说 最近最近的人 你选谁都行 他俩同时最近 但是你第二步使用杀 要监测杀的使用条件 你是只能憋着 不能杀的 这个地方 他是因为我们有斧子 还有一个 他就直接死了 所以你没看到 如果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基本概念要清晰 那么这局的话 这个咱们来搞个铁筒防御 先同卖鞋 不要无脑的卖鞋 直接出杀 说白了铁筒防御 如果我们的鞋线很快的降下去 他们打他会感觉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你在勉强改 第一回合可能还有榨牌去扔 你第二回合 这种勉强改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你要改的话 关键的改还可以改 但是强改的话 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就会发现 打本来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吧 成为 当然别人肯定知道我们是中了 给主攻闪 打算给废牌还不一定 你给闪 你这有啥好说的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我们不要无脑的卖 他们可能就 打主攻难受的时候 就来揍我们就了 吓死本胖了 这个吓死我们了 因为这不是直播 这个是主视觉 他不一定是胖子 晚上不一定是跳舞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 那个酒杀 我们还是吓了一跳的 吓了一跳的 当然他可能怕我们的那个慷慨 给一张 囤一个钱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一回合 你干其他的事 你也干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 一来如果他们强烈的 激活我们的话 我们还是很担心的 但是他们这个时候不萌 看到吧 状态不行 刀呀什么的 还是欠缺的 二来的话 黄中牛这个 可能会替我们挡刀 他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替我们挡刀 因为他本身没有防御 二来他血线低了 别人就想先把他撤离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赶真旁刷散了 修养生息 路存一堂 对 路存一田 那么你做最后一刀的共鸣 两个前所重铸 终于还是来了一张杀 如果没来的话 这个是呢 绑前所其实收益还可以 这个地方怎么会是两张杀呢 好像你说这两次 他硬是就是怕死得很 那你这有杀了 两张杀 重铸了铁锁两次 会不会中间有一次状态是一杀一铁锁呀 那就把他杀出去嘛 然后铁锁连出去 然后最后的攻击就到位了嘛 他还想再重铸来一张伞 再活一活 看有负攻击凤脱 偷渡银贫 直取熟汉 这局主攻能觉醒啊 绝大多数的贡献还是来源于我们的啊 我不管你们防御强不强 刺猬不刺猬 比如说你那个 那红了 技工不是防御比较强吗 这个你不是个刺猬吗 要看菊花刀能不能威胁到你们 再一局啊 那个菊花绝对要立功的 那我们想办法给主攻搞点钱 配合一下他的那个 是吧 给他搞点钱 然后配合他这个菊花刀发挥出来 表嫂的话跳泪还是比较及时的啊 也是说 不是说当时有几个人头就不敢砍忠臣了 你要有一个预判 该砍忠臣就砍忠臣啊 那个时候直接砍我们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直接砍我们是比较理智的啊 你不要看到闪金还有三个啥啥啥 你如果再不砍我们啊 你要想一下 邓岸能一直断杀吗 司马懿他即使再躲过一个回合 他有回合能力吗 他啥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司马懿基本上就是坐着洗白白 被那个菊花刀 对不对 你说表少是先砍我们是正确的啊 不要以为说什么内奸 反正他有三个砍我们 该打谁就打谁 三个人咋啦 你用眼镜也可以看的嘛 对不对 那你就打开闭着眼睛打 那没有说闭着眼睛打啥啥 是不是 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 哎呀 别了 邓将军 哎呀 这就不好玩了啥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有一个连路 马车先拆掉啊 不管他是不是内奸 杀 邓将军 哎呀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呀 这个动作 没反应过来 因为打酱油的 当过拆 你肯定是要拆的 这谁来玩 大家都想不到 但是这个时候 强硬跟主公 跑一波 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 主公又存一个钱 就不说了 关键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防御牛 你多撑一滴血 说明就能替对人 多争取什么什么什么 一系列的月 一系列的 就是你多了一滴血 会有一系列的好处 你看这回合 我们多撑了一回合 即使我们不来这个闪 我们多撑一回合 然后我们来杀的话 又可以跟主公配合 即使主公没闪也没事 可以跟主公配合 刷牌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主公 这个压力没那么大了 因为只有一个内肩 你多一滴血 效果是非常好的 记得把自己的白银甩出去 是吧 顺便配合囤结 刚才那回合比较漂亮 总而说来讲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两血 还有一个问题 曹昂 黄宗虽说当年求过头 但是曹昂其实在 相当一段时间内 毕竟没有求过头了 我们假设主公 一个头 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即使主公一个头都没有 我们还有两滴血 这个还是能扛很多回合的 张昂来的话 这一局基本上就拿下了 他是觉醒的 邓爱 且是主公 主公的觉醒邓爱啊 所以你少之装备 如果被控了以后 是吧 你是很难打赢他了 并且 这个地方我看到了 这是他的桃 他有没有桃 无所谓的 他靠这些是打不赢我们的 他就是三个桃 他打不赢我们 并且邓爱这个技能啊 如果说邓爱撸到了一堆装备以后 表嫂去窃听这些装备的话 邓爱是可以屯田的 注意屯田 这个屯田没改 关键是表嫂的技能啊 表嫂的窃听改了 其他角色的回合结束后 知道吗 回合结束后 比如说你如果要去窃听邓爱的装备的话 那个时候时机是邓爱的回合结束后 也就是你窃听装备的时候 正好已经到他的回合外了 那就是说你窃听一个装备 他还能 他还能囤一个钱 所以表嫂子很难一天了 关键是我们有两血 还能再挡好久好久 好的 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陆神 我们是一个大陆神 注意啊 我刚刚说了一个东西 窃听邓爱的装备是可以屯田的了 这上来朝下家砍一刀 然后是为了配合这个吃桃嘛 又来一个桃 二号位跳中内的情况下 三号位开五股风筝是非常爽的 但如果我的前提是说他是反应 他如果是忠诚的话就太浪了 这个法阵这张杀拼的不见得咋样咋样 主要是可以保主公一滴血 虾有一个名堂也不一定怕杂脚 好吧 就这样吧 结果乡家人只能纯三张牌是不是 又来一个五股风筝 你看法阵 刘妹 邓爱 三个都是比较偏厚的 这个五股风筝还是不错的 如果乡人觉醒的话就可以考虑把乡人的藤甲顺扬 让他就可以解消极 注意啊 他是单年我们既没有解主公也没有绑乡乡乡 所以说直接给他牌啊 还是信得过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跟乡乡啊防御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比如说既有这个防具又有这个比较多的手台 我们怕就怕这个鱼帆不知道顶不顶得住啊 虞帆不顶得住 一天消费和拆桥 那么虞帆的话要要经历这个很多人连走啊 你都只能吧 主公受不到 主公受不到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 我估计差不多了 他的手台经历了严重的破坏 并且你是吧 你求陶已经求到他的 想想是没有的 我们也没有 那你说这个 他还是愉快的手贵了 我们自身的防御是足够的啊 但是这有人走了一路 这有点刘备是比较猛的啊 在第二回合已经死一个反对的情况下 刘备有这么多多余的手拍来扯进来 那这个可以说啊 可以说是非常那个的 非常那个的 你说刘备这个还是蛮牛逼的这一下 我们不气散了 害怕没人杀 气散了呢 又又又又 又跑来揍我们 哎 我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反接的时候 飙了这么多闪 飙了这么多钟呢 这就是倒霉啊 你说你散不气了 他硬是是他不一定会揍我们 你气了以后 结果他出了一个酒杀 他其实只要不出酒杀 我们都没有问题的啊 包括他一个人有红杀不耐的 因为他有杖罢了 不代表别人都有 不能够杀他 行嘛 毕竟没死 咱就不纠结当时那个气散了啊 毕竟没有死 那你们就接受神之惩罚吧 对不对 来拼啊 其实我们害怕你这个杀先出出去以后 是吧 你这个决斗拼杀对连鲁来讲是很伤的啊 但是我们也只能先给了 要不然你说这还咋调的 我们是不是优势 绝对算优势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该推推 我不管你是不是内奸了 是吧 当断要断 优着点优着点 这个只是看牌啊 只是因为抢连银了 你不要真的去命中了 真的去命中的话 他们一定掉一滴血 我们还掉血 真爱也掉血 想要他掉两血 肯定是不行的 你看 你看他们就愿意都去掉血 就说明我们更不应该命中了 是吧 但他这个无蟹打得有点浪啊 可能是开发卡连银 把无蟹给打 其实对面被热的情况下 无蟹才不觉得重要的啊 为了有点连银打出去吧 反正是他没有判断到 对面有无蟹 长得真是一同 对面也是非常猛的啊 周末娱乐 早期是吧 反正刚出来的那会儿 这都一直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啊 连银的这个 特别是打死板金拿三张牌 即使三张都是废牌 也可以配合法刑再新刷牌 所以说 啥情况 说好的那个八卦无敌或者连银无敌啊 这怎么被推倒了 啊 那被推倒了 这个乖 当然啊 这局你要说标题写的刺激吗 还可以啊 这局 因为之前你想一下 我们上来被揍掉了一个鱼番 刘备还有那么多牌去刷牌啊 记得那次结束以后 好像刘备四牌 不算首牌啊 反正九首牌 有被四首牌 比如说他们确实还是蛮猛的啊 所以说这个 他们有一段优势期 然后我们一个路神 当时说把吞泽山 是不是我们的优势 直接了当的回答 是的啊 也就是说 经历了他们的优势 也经历了我们的优势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 邓爱这个 极席敌军 这个时候啊 没啥好顺的 当然他们也被热了 其实没啥好顺的 等法政把这些 杂牌弃下来以后 咱们再进行一关输出啊 进行一关输出 但是啊 这个时候 他们还是有酒头的啊 一个闪电 我觉得不一定够 你看法政还弃一张酒 说明他是有酒头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顺的话 你看 他们牌又比较多了 那么 争取有一波爆发嘛 偷渡银瓶 直取熟汉 中中生有 偷渡银瓶 先偷渡银瓶 你这个时候 怎么先绑铁锁了的呢 那肯定是铁锁重要呀 对不对 先适当的偷渡银瓶 然后再铁锁 那这一下 我估计这个酒 也是顺利法政的 那这样赢了 那确实赢了 救不回来了 救不回来了 反正有桃 还得先救自己 你知道吧 还救自己的情况下 你给刘备 还只能给桃 所以即使再救回来 邓爱也可以 但如果真救回来的话 邓爱就没这么容易赢了 他动一次 他就意味着 他可以回一滴血 哪怕动一次就能回血 你这个时候邓爱估计 输出也没有那么猛了 对不对 你就是一张杀嘛 你看防御不行了 等他回起来以后 他很快 但是就是打他救不回来 刘备在后边求团 刘备在前面求团的话 也估计也忠诚 也不一定能保得住 反正估计差不多要捡人 因为两人求团嘛 所以说应该来讲 赢了了 赢了 那一次偷渡银瓶以后 基本上就赢了 果然就赢了 有一段时间 如果他们不是排过多 状态过好的话 如果能把法证打死 也是邓爱可以赢的 反正闪电的话 还是比较实在的一个警方 非常实在的 好的 不扯了 那么如果需要买online的礼包 记得 昆姐三光商 直播店 SP张昆 点淘宝点看 这个最近张武家装板 双将联合 只要69 可以去逛一逛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